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可以说是丐帮的两大决绝 作为长期担任丐帮帮主的乔峰应该是都会用啊 可是怎么在很多对战中乔峰却从来没用过呢 要说起这个原因 其实挺尴尬的 因为打狗棒法虽然精妙 但要比起降龙十八掌还是差很多 而且这两种武功除了实战使用外 还有另一种含义 就拿打狗棒法来说 它可以算作是丐帮的原创武学 因此在丐帮中属于是那种小事绝对不用 一用就是大事的武功 这一点在射雕英雄传中其实有明确说明 当时红七公 黄荣 欧阳克漂流到明霞岛 红七公被欧阳峰打的武功尽失 在这样的绝境之下 红七公才把丐帮帮主和打狗棒法传给黄荣 这令黄荣非常不解 就问红七公 既然有这么好的武功 为什么不用来打欧阳峰 红七公的解释是 用这棒法是我帮的大事 所以打狗棒法作为丐帮的原创武学 从名字上就能看出 对于丐帮的特殊性 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乱用的 这一点在后来神雕侠侣中 红七公与欧阳峰在华山绝顶比武 两人打了四天四夜 最后都精疲力尽 红七公也是这时候才把打狗棒法告诉杨过 让欧阳峰见招拆招继续比武 鉴于打狗棒法对于丐帮的如此意义 乔峰才一直没有用过 这并不代表打狗棒法不厉害 因为在他之前 黄蓉其实就用过不少 而乔峰不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的降龙十八掌 要比打狗棒法更厉害 也更适合他 说打狗棒法 比如降龙十八掌 并非空穴来风 在新修订的天龙八部 燕门关大战之前 肖峰觉得自己如果再不把这两套武功传下来 可能就会失传 因此 他决定把这两套武功传给自己的结拜兄弟虚主 肖峰在介绍打狗棒法时说 打狗棒法虽难 却也难不过 天山折眉手 天山六阳掌等高深武功 而在介绍降龙十八掌时 却说 这是一门高深武学 既非至刚又非至柔 兼具儒家与道家的两门这里 再从虚主实际的学习时间也能看出 降龙十八掌的难度 确实远超打狗棒法 虚主学打狗棒法 只用了一个多时辰 而学降龙十八掌 则用了整整一夜 所以结合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天龙八部可以看出 打狗棒法 确实是丐方的原创武学 乔峰不用是因为 他有更威猛的降龙十八掌 另外 打狗棒法因为意义特殊 再加上乔峰也没必要用 所以一直没用 另外 在通过虚主 黄荣 杨过 学打狗棒法也能看出 这武功虽然在武林已经算一流 可比起降龙十八掌 还是差一个层次 虽然不能说前嫌一斗 可要随便就用 真的捧上一个武学奇才 那稍有不慎 丐帮绝学就会外流 特别在天龙八部中 武学奇才多如繁星 除了有神功加持的虚主 即使像慕容赋 尤坦之 冰春秋等人 他一遍打狗棒法都会学去 所以乔峰不用打狗棒法 也有他的考量 参与高手过招 一来用不着 二来也真不敢用 解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